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跟進一下內地猛料 內地有什麼猛料? 第一宗消息已經夠猛了 張子儀和范冰冰都領下 什麼事? 他們買了一間豪宅 但是收不到房子 更加有消息指出 現在他們聯同小區的業主 一起去維權 告上朝廷 嘩不是吧 張子儀和范冰冰都領下 知名映星 他們也會中伏 不是吧 我們一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在蔡天鋒案件方面 我們也會跟大家繼續跟進 看到內地媒體 紛紛繼續跟大家研究 拆解一下譚仔 Chris回應香港媒體 東周那邊的提問 我看到一大堆內地媒體 都不斷報導 反而我看到 香港現在就說 反過來 就說 前奶奶 李瑞香 那件DNA 外套 原先就說 但是現在又說 不是她 喂 真是古靈精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會兒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更加會還有講一下 內地 現在有幾個機場 宣佈安檢升級 搞什麼 情況是不是很緊張呢 一會兒和大家 逐一拆解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 亦都和大家 看看 張子儀 范冰冰 哇 真是兩位都粒粒大 哇 很出名 是不是 他們在內地投資房地產 本來沒有什麼 誰不知 他們自己都中了服 哎 明星也好 說到 兩位 內地影星 張子儀 更加國際 范冰冰都國際 說到 花了過億元 投資房地產 隨時一元都收不回 哇 這次大件事 因為 有報導指出 他們幾年前 投資了買內地豪華必須 錢就給了 但是一直都收不到房產證 其實現在都不是收房產證 是不是 現在叫做什麼 不動產權證 但是 都是同一件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現在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原來其實張子儀和范冰冰都不是第一天買樓 你以為她第一天買樓 接著遇到黑心中介 還是怎樣 不是的 因為他們其實 大家兩位 都在北京 有過億的物業 而范冰冰 早年更加被人踢爆 在加拿大 擁有多個物業 只是收租 每年都有三百五十萬進帳 哇 這些有沒有交稅 那 海外的 不知道 另外 近日 有內地的媒體 或者網上的消息指出 張子儀和范冰冰 賈賴亮和林永健等藝人 哇 不止兩個 是很多個藝人 齊齊買了幾億 內地某大型豪華必需 所以 誰不知 正所謂 錢就給了 幾年你都交不到貨給我 交不到貨給我 交不到貨給我 還要拿不到那張房產證 拿不到房產證 有人又覺得是什麽呢 房產證 真的 證明不到這房子是你 是不是 你業權裡面有齊 上面 現在就叫做 這個不動產權證 那裡面 裡面就寫好了究竟 這個物業 你的業主的權益 哪個 哪個是有業權等等 上面有很多些資料 列明得很詳細的 那你沒有房產證 你是很難去轉讓那間房子的 那 因為有什麼冬瓜豆腐 就是 說那間房子是他的 你個個都說是他自己的 那你就拿回一張 產權證出來才行 是不是 那你這件事 很嚴重 你給了幾億 現在下坑了 爛尾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是爛尾事件 這件事 有消息指出 因為拿不到房產證的原因 就是 懷疑有公司 涉入捲入 違規佔地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應該是 發展商 他可能 那塊 國家給他在這裏發展 那個area 就是那個area 圈大了 或者 起下起下 就 有幾個CM突出街 那 就著這件事 一直都不批 可能 當局 政府當局 一直都不批 不讓他過 所以 一直 不讓他過 那邊 就批不了這個房產證出來 因為你又要經過很多的 檢驗 有些消防 可能在不同的政府部門檢修之後 沒有問題 那你才可以批這些房產證出來 那 糟糕了 你現在一直都搞到這樣 那 說到一眾藝人 原本 都是想大事化小事化毛的 那當然 這間公司過益 你看到這麼多藝人都走去買的時候 你 誰想發大來搞 發大來搞 一會兒 真的引起很多媒體 引起很多網民 會質疑 哇 你們這麼有錢 你們 哇 買成過億的豪宅別墅嗎 你們的負身家有多少 有沒有交稅 又說逃稅 各樣那樣 會不會擔心這些 有些 不知道這些 黑幕 之前有很多 影藝 又說陰陽合同 國家 清了多少 出來 他們會擔心 這個不排除 當然 我自己覺得 有人可能會說 不是 要踢一組 踢完 甚至乎可能國家一組 那個數寶已經拿著在手 看他什麼時候搞你 沒有違規 沒有事 沒有村 沒有爛 這就是另一種說法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既然你們 這麼多影視紅星 都投資內地房產市場的時候 國家都很重視這件事 商品房 想刺激樓市 大哥 但是你現在 收不到貨 收不到貨 都不行 好 開頭 一眾 苦主 張子儀 范冰冰 都願意去等 但是 沒辦法 拖得太久了 所以 有人有報道指出 就說 終於有些行動 張子儀等人 已經聯同其他業主成立 業主委員會 嘩 厲害 打算聯合 一起去 和有關方面 提出起訴 希望更加可以透過法律 討回公道 這件事件 很多網民都說 哇 想不到 連粒粒大聲 都被人 下坑 被善一鑊 更加說到 如果 打得整個官司 分分鐘 燒錢戰 金額 巨大 那就是 益了律師 過堂 你 看見你 整班都搭水 大聯盟 買得過億的豪宅 身家也有 差不多 有些人就說 不還 開天殺價 幫你拿回房子 花了五千萬 你真是 不投尺 你沒有的 有人就說 不 你後來拿回房子 你還可以 跟發展商 拿得賠償 幸好 現在傳出 不是發展商 沒有錢 之前聽到 多少爆雷事件 內地的房 之前 我們有報導過 內地有些房地產的 123 4567 前幾位的企業 全部都要變賣資產 這也是令人憂慮的 會不會他們根本周轉不靈 然後就爛尾事件 幸好這件事件就不是了 講完這件事件之後 跟大家看看 蔡天鳳這件案件 到了這一刻 當然 剛才我一開始說 大家 內媒也好 很多人都在這裡 議論紛紛 對於 譚仔 Chris的回應 當中 大家都會聚焦 在洗黑錢 的話題上 有人就覺得 質疑這件 質疑那件 他全部一次過 跟你回應 這件事 我也覺得 對 內地媒體 不停報導 也好 起碼別人真的 告訴你 我沒有這件事 好了 反過來 前家姑 李瑞香 之前在5月8日上庭 一審的時候 是不是一審 一審 即是再次提堂 再上庭 當時控方 提出一個新的證據 就說 在兇案現場 那件牛仔外套 就驗到 有前家姑的DNA 這件事件 引起很多人揣測 會不會是他下手 即是他有份 各樣 那樣 這件事件引起 大家都很緊張 加上說到他想保釋 又說要照顧小孩 當時裁判官 拒絕了他的保釋 大家都表示理解 你有DNA 隨時是殺人兇手 不出奇 好了 但是突然日前 就有消息 現在香港媒體也再報導 就說 他那個DNA 就在 再經過 再三檢驗之後 就不是他的 蛤? 不是吧? 這件事件 這件事件 就說到 擴侍整家人都還押著 在16日 他在九龍法院再次提訊 據知 之前說到這件外套 現在就發現到 裡面的事情 不關他事 一說到不關他事 就立刻再申請保釋 裁判官就拒絕了 這次申請保釋 跟回香港媒體的報導 就是說 李瑞香 退休人士 63歲 被控於 在2023年2月23日 有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而作出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 即消毀對李瑞香進行涉嫌謀殺刑事調查的資料 他本身 有些人會覺得 他是否被控告 或者是他做了 這件事 要有待繼續去調查 但是 根據控方提出的指控 就是 他是屬於一位 如果你從擺位來說 他是負責抹東西的位 什麼叫抹東西的位 消滅證據的位 之前說到有他的衣服的DNA 我就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會天網灰灰 真的疏而不漏 又會這麼巧 又會有一件衣服 可能抹不切 洗不清 又會留下了 好了 現在驗出來 不是他 更加奇怪 你明明說他 不是他 好了 另一件事 就是他會不會是 代表他真的 在最後做得很乾淨呢 那些東西給他買得一乾二淨呢 這個 也是 接下來 大家都 需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警方 現在還有 三十幾件空氣 還在檢驗 三十件 還在檢驗 那 究竟 裡面會驗到 什麼人的DNA 這個就是謎團 因為 這些 兵器 將會成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 呈堂證物 證據確不確實 其中一個 要點就是 看看兵器 這些叫空氣 究竟 有沒有 疑犯上面的DNA 或者指毛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一收到這個消息 就見牛仔外套 不是 前家姑 不是前奶奶 所以 立即 他走去保釋 又保釋 衝衝走去保釋 為什麼要這麼急 當然 不排除 他們 真的安排 一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 有人就說 這麼急 保釋 也是想快點出來 誰想坐入 當然 這件事 也是明白的 因為有些人 會是這樣看的 先補色出來 起碼 人 可以自由活動 有些人說 他肯定想要潛逃 很老實 潛逃 那又怎樣 你要想 讓他走了 不用判監 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 怎樣 那些什麼物業 沒有得拿 所以 你會不會 究竟他已經成為一個死事 抗事中的死事 他推他出來 總之 你 出到你現在 警方的指控 有了 但是 在證據上 你好像某程度 又縮回去 最弱那個 所以 有時候 腐敗怎麼打呢 可能在抗事裡面 他們自己就心眸軟 在想著 在想著 明明 本來 抗事兩兄弟 這樣覺得 你應該是最不起眼的 突然之間 驗到你的DNA 變成最不起眼的 那 不如槍打出頭了 現在又不是你了 又要走回PNA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 究竟他們 整家人 抗事一家人 買什麼葫蘆 買什麼藥 都是不得而知 我覺得 他這麼急 走去 要求保釋 一定是有些事情做的 那 當然 他又說要照顧小孩 所以 我亦都會 你才見 雖然現在裁判官 當然不讓你保釋 誰知道你做什麼出來 會不會 原來最窮凶極惡的是你 都不知道 所以 這個情況下 不讓他出來也對 會不會 其實他們心裏 有些 預算 去做一些事情 這個情況 是需要繼續調查一下 究竟 為何這麼古怪 那件 牛仔 忽然有忽然沒有 更加會 另一件事 我們都要相信 警方 很努力在搜證 空氣的DNA 希望 可以儘快 驗出 究竟是 關乎什麼人事 這件事 都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 說到 田奶奶 她負責做那件事 就是 有意圖 銷毀 一些證據資料的時候 大家都會 明白到 她的擺位在哪裏 會不會 她出來 會繼續做那件事 不得而知 所以 這件案件 繼續 還是有些謎團 反而還有一些暗湧在裏面 好 講完這件事件之後 也跟大家 看看 在廣西 嘩 有位男人 街頭 拿刀 挾持人質 嘩 這麼狼胎 近來的 兇殺案 是不是 好 那什麼事 為什麼要挾持人質 原來在日前 吳州街頭 一名男子 持刀 挾持人質 造成兩死兩傷 警方通報就說 嫌疑犯 已經被捕 案件進一步調查 當中 根據網傳影片顯示 馬路中間 突然有一個黃色上衣的男士 正 脅持一名 黑衣男人 拿刀 鋼著她的頸 大量警方封鎖 現場 另外 警方人員 上前跟她談判 最後 這位 遲到男就被制服 那為什麼會有人死呢 那就真的不清楚了 會不會是 協賜人質之前 就被人死了 那這個 有待 內地警方去調查一下 好 另外 也和大家看看 內地現在多個機場 宣佈安檢升級了 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 是不是和近日 看到有這麼多不同的 古靈精怪事 所以 他們將安檢提升呢 如果大家在內地轉機也好 乘飛機也好 留意一下 需要再提早些 去到機場 因為 安檢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那 現在就說 有消息指出 幾個機場都宣佈安檢升級 建議那些旅客提早去到機場 那 什麼機場呢 就是北京首都機場 北京大興機場 海口美蘭機場 西安、咸陽機場等等 那 那 就 不知道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提升 是的 那就可能 裡面有些事情做 那 會不會和這 一宗新聞有關呢 這宗新聞就說 上海地鐵有兩個男人發生衝突 其中一個人更加拿著把刀 又有刀仔 嘩 你真是 頭都大了 有些地鐵現在貧民出刀仔 難怪那些安檢要提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說 吉向對方 有一位乘客 地鐵客服人員對此表示 要反覆調查一下 根據內地澎湃新聞報道 在上海地鐵2號線車廂裡面 有個男士 竟然拿著把刀 和另一名男子發生肢體衝突 那 網傳影片的時候 一個黑衣男子 拉著另一個 坐在座位上面的男人 那條領 兩人僵持不下 只看見黑色衣服的男子 大揮 他手中那把刀 想著刺向對方 就刺不中 期間有人不斷大叫 不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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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他 就著這件事件 很多網民就說 現在刀仔都進了地鐵嗎 不是啊 可能下次有冰冰 他們用冰冰 敏感 槍啊 有槍啊 所以 有人就質疑 現在內地的地鐵安檢 是不是搞不定呢 為什麼頻頻都出現了這些事件 其實 我覺得安檢 有些人覺得 內地的安檢很麻煩 其實我覺得 不是防駕槍 是防人 是防止大家失控 因為很多人都很敏感 每次都動不動 就動刀動槍 不是打拳後膠那麼簡單 另外 也跟大家說一件意外 湖北啊 有一條橋 竟然就叫網紅浮橋 那有部車 就掉到水裡面 就沉了 五個人死亡 三個人獲救 這個景區 就在湖北 恩斯 獅子 關 景區 這樣 那裡面呢 有部 有一個浮橋 很出名的 那有部 遊覽車 就在浮橋 衝出欄杆 就意外沉沒的 這樣 是一部中型的客貨車 那裡面有狗 那裡面那些麵包車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 懷疑失控了 那就掉了到水裡面 那 唉 真可憐了 那 要是有人懷疑超速 是不是 不知道 什麼事了 那就導致到五個人死亡 三個人受傷 好 另外也都給大家看看 那就說了 內地新冠病例 連續兩個禮拜 超越流感 那 醫院發燒門診 再現排隊人龍 那我在微信 都收到一些內地的朋友的查詢 或者他們寄一些片出來 有些內地的視頻仔 就說 哇 現在很糟糕 爆到亂了 李布蘭說到 歐美 全球再爆新冠 我說你別看這些東西 唉 沒有人說的了 是不是 不用那麼擔心 那 是不是 說到很糟糕 現在 內地都很糟糕 我說 內地很糟糕 有多糟糕呢 那 當然 我剛才說的這個報道 就是真的好像越來越多人 中了一招 那其實香港醫院 近這幾個星期 都是 繼續很多人 要是流感 要是新冠 那 我自己都中過了 但是你問我 那情況就是 嗯 當然有些是因人而異 我沒有了美國 那有些就 反過來 可能很重病很辛苦 怎樣都好 反反覆覆都會有人中 但是沒有那麼恐怖 那 但是 現在會不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呢 因為網上不停的瘋傳 異陽這個問題 內地 現在就懷疑出現了異陽潮 那 衛健委專家就出來說話了 就說短期內不會出現 規模性的疫情 那 你信不信 由你 因為有些人不信專家說話的 是啊 有些人一看到這些專家 又是專家 之前這樣這樣 現在又這樣這樣 好了 那 對於 現在這麼多人好像再中過新冠 那就引起關注了 那 國家衛健委組織的專家 就立刻出來解釋了 那專家就研判認為 短期內是不會出現這個規模性的疫情 也都不會對當地正常醫療秩序社會運轉 造成明顯衝擊的了 其實有幾個原因 就算中了大家都懂得處理 你已經中過了 我又是咳 又是尖寒尖冬 又是沒有美國 在家裡喝檸檬水 沒有美國試試喝檸檬水 真的 我喝檸檬水很快就變得正常了 那些美國 有些人就說 其實沒有美國是代表你的身體的抗體很厲害 那 就 有這樣的說法 不知道信不信由你 好 另外 也跟大家看看一則新聞 什麼事 就說內地警方破獲大型詐騙洗錢集團 哇 驅捕了47人 涉案50億人民幣 認真誇張 在廣西 從左市公安局破獲了這宗特大詐騙犯罪集團 說到裡面金額接近55億港幣 認真厲害 是啊 那你洗黑錢這些東西 內地警方都很刺得很實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這麼容易 繼續給一些洗黑錢的活動流行呢 不是這麼容易 好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什麼事 現在說到內地 有些護士竟然跪下 接受醫院領導 承護士帽 哇 不用跪了 這麼大禮 能不能受得起 網民質疑 這樣也可以 又有做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啊 在哪裏呢 廣東省廣州 某口康醫院 只是口康醫院 護士節那天 傳出多名 新入職的女護士 跪在地上背著台下 接受醫院領導 承護士帽 那麼有網民表示 新護士 授帽儀式 比較常見 通常都是資深護士前輩 頒給新護士 而醫院男領導授帽 這個情況 就比較少見 那麼更加看到 當日參加這個授帽的 遠方領導 一共五男一女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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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廣都說 看見到 當日 頒發帽的儀式 看見到 那些護士全部都不是下跪 啊 授帽的時候 就是 尊貴喔 這樣喔 喂 為什麼要這樣呢 有人就認為 半尊 尊貴 這些都是接受的 因為非常之重要 我覺得不需要跪 為什麼這麼喜歡跪 是不是 你 就是 低頭這樣 人家 你看到 學生都是 畢業 這樣 都是一個 鞠躬 好像智姐 我覺得感謝都OK 不過有人質疑 會不會很誇張 要跪 不知道 他們覺得沒問題 就行了 好了 另外也出現了一宗 在北京印刷學院 出現了食物中毒的事件 嗯 集體食物中毒 是啊 就懷疑 有學校飯堂 裡面的食物 就感染了 鱷魚病毒 是啊 那就麻煩了 那就搞得很多學生 都不舒服 是 又吐又吐 更加有人就說 其實這個學校的食堂 出現過很多次 食物安全問題 因為在食物出現 出現過鐵絲 頭髮 蟑螂腳 嘩 不是吧 更加出現了不熟的食物 嘩 那就換人了 換了個餐廳的廚房 搞不定 這樣 這樣 就吃到餓了 那當局現在就重視調查一下 好 那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其他事情 拜拜